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装着这个礼物 那你可以送人也很大方啊 然后还准备这个卡片 这卡片也很特别哦 就是它是金色的 这是黄筒的卡片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写它的logo 这是刻印上去的哦 所以还蛮细致的 然后这边你可以写一些祝福语给你的朋友 然后这个礼盒呢 待会就是我们开箱的重点哦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开箱这个圣诞礼盒吧 好 接下来呢 要开箱就是眼前这一盒 My Resolute的这个圣诞礼盒 然后上面这边都是烫金的 很漂亮 然后上面有一些痣 就是反思啊 重新调整啊 下定决心啊 就是为你新的一年 2001年做这些的改变这样 然后里面呢 它有先写说有一个圆织笔跟一个立架 那我们来看是什么东西吧 好 我要开箱咯 然后这个纸盒就搭配这种森林绿 很漂亮 我觉得就很有圣诞节的气氛 好 我们先放旁边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就是说明卡书 然后这个说明书呢 就是我觉得设计的很有质感 然后后面后面就大概先讲一下外设计啊 然后还有就是就是设计这个的理念啊 文字的重量啊 而且他们是终身保固哦 然后就是有问题都可以寄回去给他们 可以维修跟调整这样 然后这个也告诉你这材质是黄铜啊 红铜啊 这样子 对 然后还教你怎么使用 所以就是还蛮简单的一个 简单但又有质感的一个说明书 只是只有英文啊 应该我觉得要中文才对 可能他们考虑到整体性吧 对啊 因为整体性外合也是英文的 所以它就只有放英文的 好 然后接下来看到就是它里面的内容物 有一支原汁笔 好 然后这是那个立架 立板 好 那我们来先把这个组装起来给大家看 然后原汁笔我们带来最后的介绍一下 好 这个绿很漂亮 我们先把纸盒先放旁边 好 然后这上面就是有一些纸条 好 然后这上面就是有一些纸条 好 然后你可以写 I want I will 就是我想做事啊 然后我会怎么做啊 好 然后总共 好 这样拿起来就可以了 好 你就是可以写 好 达到就拿起来 或者是每个月 每个月计划不一样 好 然后呢 它还有三种卡片 它有三种卡片的形式 这个字 这个是I desire I encounter 好 我渴望我遇见什么这样 好 这每个都有五张 然后还有 I think I am 感觉像我是顾我赞的感觉 好 那你写完之后就可以 好 那你写完之后就可以 我的那个品名叫 Resolute 就是我的 人家都会说什么 新年的Resolution 新年新希望 新的决心要做什么事 每一年年初都会做这件事这样 然后其实每一年刚开始定价标准的时候 年尾的时候也可以做个就是回顾啊 看有没有做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卡片 你就是写完之后可以先收起来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再拿出来做一个回顾 好 接下来来把这个桌上的这个立牌 把它架起来 然后这是一个石膜 这是胡桃木 还蛮漂亮的 然后上面这也是刻印一个 也是烫金哦 就是他们的一个logo 然后背面是这样 所以 还还不错看 放在桌上也是很有质感 然后他这附的附上这个就是 把这个打开 然后呢 这个 这边有个孔嘛 套进去 然后从后面 这是有如纹把它选起来 选紧就可以了 然后选紧好就好了 然后它就可以立起来了 然后就可以放到你的桌面 你的书桌前面 好 好那接下来的重点呢 我们就来介绍这支笔咯 好 接下来要介绍这一支就是旋转的原汁笔 可以看一下它 360度的 这个外观 然后这支是特别版 所以变成森林绿的颜色 然后它原本有一个经典版 就是黄铜的 整支就是黄铜的 然后这支是特别版 所以它表面在镀上这个 森林绿的颜色 非常符合这个圣诞节的一个气氛 然后拿起来的感觉是这样 我觉得对我来讲 还蛮刚好的 对我手不算大啦 所以假如你是大手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虑看看 是不是会不会太小支 那对我的手这样拿起来 我是觉得还蛮适合的 然后另外它旋转原汁笔 所以它是这样 往顺时针旋转 然后就粗心了 就是原汁笔就出来了 然后回来就把它收卡 所以其实是跟我们一般的按压式 比较不一样 就是用另外一个旋转的方式 这样笔心出来 然后就可以书写这样子 好所以我觉得这支 它的整体的重心 我觉得还蛮刚好的 因为有些黄铜的笔会太重 但是这支不会 就是拿起来像我是女生 我这样拿起来 我觉得它不会太重 然后重心 这样拿起来也是蛮舒服的 也蛮平衡的 所以这样平常的写字 其实是还蛮适合的 好那我来接下来 我来稍微写一下字给大家看 好接下来分享一下写字 然后这一支呢是物外 那物外是YStudio 写下YStudio 那我是用我是写史宾赛提的 因为史宾赛提的字还蛮就是优雅的 好然后其实这个的笔心书写 我觉得还蛮蛮细的 蛮适合平常书写的 好它的粗细大家可以看一下 平常记事啊应该很方便 好不会太粗 我觉得刚刚好 然后刚刚前面也忘记提 就是它使用的是 Cross笔心 高氏哦 中文是叫高氏笔心 高氏 高氏笔心 好有需要的话可以购买 然后换笔心它有写在说明卡上面 基本上就是这样往后拔 然后里面的笔心旋转起来 再放进去这样 好这也就不特别示范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好 然后呢 这个 物外设计 我觉得这一组礼盒呢 非常的适合当礼物 因为它整体包装 而且它又是又绿色的包装 当外包装 我觉得很适合当圣诞节礼物啊 然后这个笔也是镀绿色的 所以假如你还没消耗圣诞节礼物的话 可以考虑这一组 因为原汁笔你平常也都会用 那还有它又送了一个 刚刚前面讲的那个立板 你可以写上你的年度计划 年度新希望啊 然后每个月做一个检验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是非常实用的一组哦 然后最后呢 就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吧 好中英文都写好 先写中文 然后中文我没特别练什么字体啊 一直有想要练但是 都找借口都没练 好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好 祝福大家 也过个快乐的圣诞节吧 那 也希望大家有收到 不错的圣诞节礼物呀 假如你有收到什么圣诞节礼物 也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哦 然后或者你觉得 这一组 是不是很适合当圣诞节礼物啊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 好 那最后呢 谢谢大家 那写真旅行 下次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